大家好 我是柚子 大家好 我是巧克力 大家好 我是阿澤 大家好 我是 歡迎收看這禮拜的 Sale的 思天埗 妳好 妳好 三不三 妳好 來 看這張照片 看到什麼 很多學生被表揚 有一個人在發 應該是獎賞給他們 那些學生在被獎獎 裡面有沒有你們認識的人 有嗎 沒有 怎麼樣 腳很痠 趕快 有沒有你們認識的人 沒有 還沒有 沒有啊 你還罵什麼 是不是 來 最旁邊那個人是誰 你們覺得有沒有 面熟的感覺 面熟 看起來 這叫什麼 沒想到兩張照片 比社會更加適合的男團 其實在鄉一區 二十五年前 特別是你的貴小 都心中人 以照著 母飯症 表情師的 所欠的照片 所以這禮拜 所有時間部 對我們來看 母飯症 是 是 電話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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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好棒喔什么的 大家就会提名你 然后就是你要尽量去表现自己好的一面 要对市长有礼望别人才会觉得说你真的能当个模范生 我觉得模范生应该具有热忱 然后喜欢服务别人的态度 阿姨前到他在做模范生的团阅 在订阅上做模范生对其他更有效 有些同学 因为我当上模范生就对我 就远离我 我觉得很不高兴 我们都是同学为什么要去嫉妒别人 订阅人家扶四位走到我空房 而每个都会特别的名副故事 第二大八除了一般的模范生献剧 到处也还会限制各种各样 表现整个团队 在订阅中 永远提供设计则 这样也会通 请问校长你当初要 为什么要设计每个月 都以不同标准而去 就是选出模范生的这种制度 我们对好的同学定义 就有非常的多 比如你很有礼貌 这个你认为是不是一个好学生 是 他做事情很负责任 你认为他是不是一个好学生 是啊 他很喜欢阅读 我们要不要去表扬他 要啊 他会关心别人 你要不要去表扬他 要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的好表现 我们都应该去赞赏他 所以明虎好乐童 最主要就是 由这个想法来设计 明虎好乐童 因为是每个月都举办一次 就是要选的 您会不会觉得太平凡 因为其实每个月的主题都不一样 那我们很希望呢 给有礼貌的小朋友 然后热心的小朋友 爱读书的小朋友 注重健康的小朋友 这些孩子都有表现的机会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月主题不一样 并不会觉得太平凡 因为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他的优点 可以去表扬 这个标准呢 是我们辅导室的所有的老师 讨论出来的 那因为我们希望 比如说 在这个有礼貌的部分 那小朋友他能够 对同学有礼貌之外 也能对市长有礼貌 对家人有礼貌 那所以我们就定了一个简单的标准 那让小朋友可以就是 跟着遵循 然后能够做到 那我们就来表扬 做得很棒的小朋友 所以大家可以说到 从我们的小朋友到处 都很想要模范声 那我们想要强口一下 以下的时候 这些模范声 应该可以散开 来 我们学校模范声 通常就是先 老师就会说 现在要来选模范声 然后先选看谁有自愿 可是自愿 通常就是大家都 没有自愿的意愿 所以就会变成提名 然后提名 就是你可能说 我要提几号同学 就会投票 然后人就产生一个 那几个人 几个人 没有限制 相较于他们老师的做法 我们老师的做法 反正是比较简单 就是没有选出自愿 那就是选出的人数 通常是三到四个 对 就是比较不会那么麻烦 大家提的人选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用什么标准来选 他们都会用 或是品性好来选 可是我觉得品性是 没关系 可是 功课好的人 永远就是那几个同学 所以他们就一直当模范生 可是别人都没有机会 巧克力刚才讲到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 他觉得说 如果都是选功课好 那好像功课好 有些人从一年级开始 功课都很好 所以他永远都是模范生 那对你们而言 或许你们跟巧克力 有一样的看法 或许你们有自己的想法 你们行在这个黑板上写下 你觉得如果是你来推选模范生 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OK 好了 来 请出示你们的答案 我觉得品德很重要 但是 就是因为 可能如果你选出了这个人 他可能很顽皮 那如果要代替学校去 就是颁奖的时候 他如果在台上捣乱 那可能学校就会觉得说 我们班选这个模范生不适合 你们在学校有遇过 被选出去的模范生 结果很调皮 然后品性不好的吗 有 又会怎么样 他就是模范生 那我调皮 然后可能就是不听话 那为什么他也会被派出去 那这样子 他都可以出去 那为什么我自己不能出去 就会变成一个 觉得很不公平 你觉得 模范生这个标准 你认不认同 标准是老师定的这件事情 要看情况 像是有时候 有一些老师只会看成绩 那有一些老师的话 是看他的对人态度 然后对老师就是 有没有礼貌 这样子而去 选他出去当模范生 那就是相较之下 我自己觉得会是 第二种会比较好 刚才我在VCR里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阿哲是念那个明虎国小 对不对 你们学校还有一种 变相的模范生 应该也算是模范生 叫做明虎好儿童 由那个我们学校 每个月他就会出一些 不同的题目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可以去得到 虽然没有得到模范生 但可以得到奖项 你会觉得那是安慰奖吗 没有得过 来 请介绍下 你得到的项目是 肉心煮人的好孩子 那你拿到之后呢 对你有什么改变吗 没有 还是一般般 就有模范生 它这个字面的定义 它是一个模范 是一个模范 总是希望有人 起而校游学习它 你们有因为同学或朋友 是模范生 然后他在某一方面 表现特别好 想要跟他看齐的经验吗 就是因为我们就有同学 他功课很好 然后就当上模范生 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一定要向他看齐 我就去问他的学习方法 结果问了以后发觉说 他就是买一堆羊字球 什么时候再回家里写 然后我就觉得说 他对我来说压力太大 就没有办法应付 所以就还是觉得 自己用自己的方法读书就好 这是你现场的三个小孩 记得记得 模范生的状况 在狗状地图 其他的好商店 以后两半考虑 看我六看了禮拜 四位太天虫 有关模范生的状况 四位太天虫 既然有台电台家 去到台南的南台服装 六看在文明镜 现场的低调下 三年级的小朋友 对文明镜 也有没有用的方法 你有没有发现说 孟老师在上一年 就是我们整个三年级 我有件事 并没有让所有的小朋友参与 就是选模范生这件事情 我认为如果你不懂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对这个事情 保持一点点的怀疑 每一次要 开始要选模范生的时候 就表现了一副 什么 上课就会拍摄这个 好笑 这个应该 后来我就发现说 我干嘛要当模范生 因为有时候太辛苦 对不对 模范生到底它是怎么产生的 那我们先来讨论看看 真心呢 你有发现吗 做模范生一穷一身苦 这边有知道 其他亲难做到的 有些麻烦了 我们跟我们一起吃饭 我就知道 为什么 你也是觉得这个吗 我也是 最难做到的那一项是 第二项就是 多才多艺 人物双全 我觉得特残的是 每一项它会都有好成绩 出带真心 东南做到 看着胖子鲜都没发生 其他有没有发生 小朋友又在马甲上去 想起来 希望 我老师为什么没有人选我 最难去去查去这一生 因为 我前期都没有当过 我老师 然后现在就很长 我觉得不安是因为 别人当选了 可能我 你一直都没当到 然后 不高兴的小朋友 没有以后挑选自己的办法 不 如果 你只会当模范生 我也不会自爆自弃 机会又不是只有一次 如果当上模范生的话 也是可以有希望 为什么 因为那些专业人 是有些有事 你没有当过一个模范生 我不认为 我没当模范生 就没有喜欢 因为模范生 只是一个象征 并不代表一切 模范生 不就是你 不是你的人生 如果你 如果你没当过模范生的 又不代表你不好 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 我们可以去 以后可以去努力 我们的专场 当专业人士 你没有当过模范生 那没关系 因为你长大以后 也会有模范的时候 就像当老师 当老师也很会教书 那也是教书的模范 其实当上模范生 只是在一个荣誉的感觉 但是其实 没有当上模范生 也不会因此 你的人生 就变得很糟 哇 要的视频以外想法 真正都懂得懂 看下延期的节目 香港人牌 在国际堂 爸爸妈妈 我煮其他的餐饮 忙 叫模范生 模范生 更有用的适当 现在模范生的希望 做得太多的照 本其他好生 来好理解好生的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 演出三个小小小小 假设 今天有一个模范生 哇 他表现得很浪费 现在很好 老师希望透过他 推举他 让大家可以效仿他 你会想要像模范生 看齐的意愿有多高 意愿很高的 请往五分的方向走 如果意愿比较低的 就是一分或两分 结果巧克力就不动了 他是成绩很好的话 我就可以想想他说 他是怎么念书 那我想要试试看 如果用他的方法 我会怎么样 可是如果真的发现 不适用的话就放弃 如果他是因为 比方说你刚才提到的 品性很好呢 嗯 也会问 可是还是觉得说 还是做自己比较重要 就是比较一昧地去学人家 看齐事实上 依依应该没有什么 吧 依依没有什么 就功课好而已 对 那为什么不会想要 向功课好的学生看齐呢 因为明知自己 永远达不到那个 最高 既然学习模范生的效果 在你们身上 好像没有发作 你们觉得 让模范生这件事情 继续在校园里面存在 对谁来讲是比较有感的 我觉得是老师 我觉得对老师来说 老师的心里应该是 终于做完 多做完 那个什么 一项工作了 OK 还有家长 我会常常听到 就是有家长跟 不是当选模范生的 那个小朋友 他就会跟他说 我跟你讲喔 你看那个某某某 当模范生他很优秀 所以你一定要跟他学习 然后呢什么成绩 要向他看齐之类 可是我觉得 那会造成小朋友的压力 而且也不一定 样样都要学别人啊 仿效这件事情 在三位小欧的回答里面 好像没有发生 所以模范生 并不能带动一个 企鹅校友的效果 那 有没有 另一方面 就是说模范生 你有观察到好像 甚至带来负面效果 班上有一个同学 因为常常受到 就是表扬 就是不只模范生 那这样子的话 让他在做事情方面 有时候 他可能被 就是做事情做不好 那同学有可能会指责 他可能就是 不以为啦 认为说我是模范生 或是我得到什么什么奖 那我不需要 就是可能 我猜他心里 应该是想说 我不需要去 听你们的或者是 因为我这么优秀 我是模范生 我是模范生 是你们才该听我们的 我不该听你们的 像这样子的心情 那两位都当过模范生 当了模范生之后 有带给你们什么 负面的效果 负面的印象吗 不会 心理上 或者是行为上 我有点有感 就是 因为我们 就是 不管是模范生 还是各个鼓掌 你不是模范生 你不是很强 应该做很好啊 就被冠上那一个大帽子了 对不对 尤其是三个小孩 对模范生的看法 天使挑战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好生啊 你有做过模范生的吗 你也为 模范生的标准 尤其是吗 尤其是 尤其是上班长的节目 人家谢谢你一下 跟我来看下礼拜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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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跳舞 跳舞 所以只是一个跪下来的动作 之前可能是一个 连贯的动作在跳舞 对吧 不然你每次 双手觉得要干嘛 我可以用个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 会影响我们节目的评价吗 不知道 好 你说看看 这应该是在美国 在美国啊 为什么 牛仔帽 所以让你小到西部牛仔 来 两个选项 新年曙光 还是夏至的曙光 就是玻利维亚的原住民 他们在做的一个动作 你们知道玻利维亚在哪边吗 不知道 哪一周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美洲吧 美洲 美洲有两个地方 北美 北美洲 恭喜你答错了 南美洲 常都对了人家提问 南美洲玻利维亚 结果你们有线索了吗 6月21应该是夏至吧 这么厉害 大家都知道6月21是夏至 所以前几天刚好有 上课有讲到是不是 所以宣号答案了吗 公布你们的答案 三个人都很一致 夏至曙光 决定好了吗 好了 公布解答了 夏至曙光 为什么 全军覆没 来 地理观念 大家看一下 世界地图上 在中间我们没有画出来 有一条线叫什么 赤道 赤道可能没有 所以赤道的南北 气候是相反的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吗 知道啊 6月在我们这边 当然是夏至没有错 可是南半球 赤道以南 十二多月 所以他们现在是 其实我一开始想 也是新年 可是你后来 你这不是有说 是用心理反心理 那我又怕我到时候选反的 那你有什么 猜错就猜错了嘛 对不对 其实你还记得五星 我还记得五星人 因为五星人 当时就在庆祝 新年 替这团天报人 好 没关系 第一题全军覆没 还有机会 再来 这是什么 军人带着鸵鸟吧 这应该鸵鸟 鸵鸟吗 可是他的脖子是黑色的 鸵鸟的脖子什么颜色 好像是 应该是 米黄色吧 印象中的 你看得很仔细 哪一国的军人有线索吗 看不错 都是绿的 绿的 来 给你们一些提示 它叫做 它是澳洲的鸵鸟 但是 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 是在 这是哪里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美国 它在美国西部一个州 叫加州 加州南部的洛杉矶 有线索了 澳洲鸵鸟 出现在美国的加州洛杉矶 那你觉得这只鸵在干嘛 巡逻 巡逻 我是逃难的 应该是逃难吧 是不是 我觉得 他们应该不可能 就是从澳洲突然跑来 美国吧 可能是有特地人士带下去的 这个一模中文叫鹅鸟 它其实跟鸵鸟不太一样 它比鸵鸟还要矮 而且你看它的指头 它的指头只有三指 也跟鸵鸟不一样 所以你觉得它是 被特地派来 像我们有寄警队骑马 可是这个军人带的是鸟 鸟 鸟有威吓的作用吗 你又不能骑它 你要去美国巡逻 你带的是澳洲国鸟 为什么又不是美国本地的鸟 你干嘛特别去 而且还是国鸟 你可能还需要特别去 认就是要去 对 申请那种许可 那你还要特别去身体许可 来去巡逻 那明明还有更多更危险的鸟 为什么你不拿它去巡逻 巧克力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因为这是赤道 然后我记得澳洲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翻半球 对 然后这两个地方纬度差这么多 我觉得可能是这只鸟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被送到美国来 然后它可能要带它离开这个地方 不然它可能会死掉 好啦 就只有你了 要不要赶 好 公布解答 恭喜两位 耶 但是 大家好奇 为什么逃 它并不是从澳洲逃难到美国去 不是逃到LA 逃到洛杉矶去 而是前一阵子大家有没有看新闻 发生什么事了 火灾 吃火 对 加州 森林大火 怕这些动物 因为森林大火就丧命了 所以赶快透过军人警察的力量 把这些保育类跟这些 可能没有办法自己逃难的动物 赶快 你看这个多可怕 真的少他的免质 今天就在这儿 特别是烦烦 最后一题啦 请看 我们在做什么 呐喊 抗议 抗议 戴着口罩 来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 是口罩 口罩 口罩 你刚才讲什么 空屋 空屋 应该是空屋 来 中国在哪里 这里 那有人知道广东在哪里吗 很多客家人的地方 不知道 主要在这边边 边边 但是靠近下面这边 好不好 大概在这里 中国的共同生 刚才阿泽讲空屋 他看到口罩 所以 他们为什么要抗议 第一 他们那个村的村长不见了 第二个 米奇不见了 为什么米奇 中国跟米奇有什么关系吗 他不是最新开一家的迪士 你会是小达人 所以请作答 你觉得是村长不见了 还是米奇不见了 越奇怪越准了 什么东西 因为通常去游乐园 快乐的通常都是小朋友 客观的讲 都是小朋友 那村长不见了的话 是那个村子里面的一件大事 那通常应该是 大人会去一手包办 那小孩也会去找 可是不会像是这样 全部都是小孩在讲 那大人应该也会在旁边 所以要只是用主词去判断的 村长是大人的事 米奇才跟小孩子有关 而且如果村长不见了 应该不是抗议村长不见 而是去找村长在哪 对啊 所以没什么 为什么要到街上去 喊说我们村长不见了 对 好吧 来 惩罚吧 其实这是中国广东人 无抗训村 之前记得韩先生在中国 体质家有民主选业的素材 怎么现在变成 本选业的村长 我请到你 请我来看看 下一部的介绍 中国体质共同性 发生在不抗训村事件 因此不抗训村的土地 本政府称赛政策去 由七家流行卖体 每个人的村民 不但将同政府对抗 和七家现计 现出七家的村长 由村民现出的村长 带电台去抗训村 要求政府违反 贪复的土地 要报个警方 后点点没有过 村长严民主张 就让他做起来 要求村民和英明 记得本预和业 互助行政界入口衣 要求让村长变出来 这一张 好 给我们看世界 可能很多视红片 你喜欢人生最有趣 又会哪一张 哪一张让你们印象最深刻 嗯 这一张 因为就是 中国应该 应该可以算是一个 非民主国家 那这个村落 已经决定了 是要用民主的方式去投票 要选哪一个人当领导 对 当村长 政府看不惯这些事情 就有莫名其妙 给他贴个罪名 然后把他抓起来 他们是以政府的名义 去做坏事 大家的认知是 政府是要让国家 就是变得更好 更好 对 减少纷争 那这样的话 不太会增加纷争 还会让人民 越来越讨厌他的国家 那就是 到时候可能会出现 内部 不是外部 不是外部去攻击中国 而是中国内部 自己会先瓦解 就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 在台湾 不太能想象的事情 可是 国际家还是会有这种事发生 嗯哼 好 认识 随着三个小小小的相片 我们的天使挑战的观众朋友 对你来说 认识最有趣的 愉快的内藏 那是你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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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付出感谢台湾的收看 下周六 上周六 我们下周六 今天要顺时说听 上周六 三个小小小小的丁 请问大家 再见 再见 拜拜 你说对的 主题是抗议